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做咖喱角 印巴菜会用到很多香料 一般家庭没有,你也不太容易买到 但是不要紧,只要你有自然就可以 如果家里有一点香菜籽就更好,没有也没有关系 剩下的食材都比较常见 土豆,洋葱,大蒜,生姜 是全世界通用的 只要你能做到咖喱角外皮酥脆 内馅味道丰富 就不影响你享受美味 我们先来做酥脆的外皮 中间面粉,低间面粉各一半 第一步加油 油把面粉颗粒裹住之后 再加入水的时候,就不会形成很强的面筋结构 炸出来的面皮就会是酥脆的 放入自然 盐 和水 揉成团 你看 我稍微一用力它就会裂开 面筋的力量很弱 扣上盆子 饧面15分钟 15分钟之后 不需要使劲揉面 只是整理面团 让它看起来稍微平滑一点 为下一步做准备 扣上盘子 饧面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来做味道丰富的内馅 第一步 把土豆煮熟 这么大的土豆我煮了40分钟 小一些的土豆煮25分钟左右 如果你把土豆切开再煮,会更快一点 筷子可以插进去就可以了 放凉一点 剥皮 然后切成小丁 配菜 喜欢更辣一点,可以放一点尖椒 调料 孜然 香菜籽 粗颗粒辣椒粉 盐 敲一敲,香味出来就行 不用敲得特别碎 锅里倒油 放入蒜末生姜泥 然后放入调料 小火炒香 香料的用量比较多 炒的时候味道非常浓郁 放入洋葱和青豆 煸炒一下,放入土豆 最后放入香菜 鲜料和面团的份量是算好的 刚好可以做24个咖喱角 做一个面糊水,用来给咖喱角封口 一点水,一点面粉 搅匀 面团清好了 中间戳一个洞 切断 搓长 然后12等分 拿一个小面团 压扁 擀平 擀出一个椭圆的形状 要擀得薄一点 一份为二 拿一个面皮 把直的一边放在食指上 抹成面糊 另外一半直的边 压上来 压紧 翻过来 就看到咖喱角的小口袋了 给里面填上馅料 不需要包得特别满 多留一点边 这个边边炸出来会特别酥脆 在打折的一边抹上面糊 另外一面打一个折子 然后捏紧 封口之前把空气压出去 一个三角形的咖喱角就包好了 下锅炸之前我们做一个蘸料 一把香菜 一点薄荷叶 半个青萌汁 尖椒 和盐 和盐 最后放一点水 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个蘸水是又酸又辣 还带一些清香味 油温180摄氏度 下锅之后来回翻面 防止下面炸糊 开小火 炸6分钟左右 炸到焦黄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来看看 酥脆 没有悬念 就算包有馅料 里面的蒸汽散不出去 它都是酥脆的 鲜料中 土豆青豆 算是味道温和 但是香料的用量比较重 加上蘸料的够酸够辣 它吃到嘴里 是对你的味蕾最猛烈的刺激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结局 到下集结局 中文静 提供